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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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佛底如来明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恨守内言经 大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长 今天讲到经文是 皆是吴露大阿罗汉 隋唐节讲到是 言其大者度超以比 吴露大阿罗汉 这个大者是度超以比 度者就是祖爵的意思 超者是高出 祖爵高出 什么叫以比 还有那种怀疑心中 还有任何比较 有度超以比 所以这个大字叫阿罗汉时 它就不是一般世界人用 情想之所能够去限量的 不是那限制的限 那一次限前的限去限量 限前能够做任何种种计量的 因为阿罗汉 那念念之间在哪里说的阿罗汉 那念念之间都是叫做应真 所以阿罗汉者执名应真 应什么真 应大觉的信真 你要念念之间应大觉信真 其实应大觉信真 不单是阿罗汉人事 是出入门的一切比修 福门弟子四子的执志 就是如此 所以出家人法 念念都要在应真法中 念念去不断心中去向学 什么叫应真 你眼前的感受一切都是原假 原假当前 你都要知道 就是你的根本决心中 必定能成就一切原假的根本信真 信真在哪里说的 就是能成就一切原假 什么叫原假信真 所以师父再一再就告诉你 就是回头观念念觉体 就是能念觉 觉现现前一定能够随缘起成感觉 感觉不都是原假吗 感觉现前不都是原假吗 因为觉现一定能够起成觉故 那起成觉照 那现出的种种觉中 有种种差别 差别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缘中而来的 缘分缘本中来 这差别 但是能知道如是差别的是谁 能起成如是差别 能照了如是差别 能现前如是差别 那是根本心中根本无差的亲密 你才能够明了一些差别 所以反过来说 你能够明了差别处 就是明了无差时 你真正能够明白差别处 就是因为有那个无差处 有那个无差时 所以将来你会慢慢体会 无差处 你就念能够什么 担当一切 种种原假 种种差别 那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在种种差别 在哪里说参 福门第一次 只有一念心 就是只有为此一事时 就在佛之之间 佛之之间就是大觉体上说参 你就参如是大觉体 为此一事时 余儿则非真 这是将来成佛的法文 你要成佛吗 就是成这念决心 叫成佛嘛 你不成这念决心 叫什么成佛 你还真以为 离此心故 心外有佛可成 所以将来 你你之间 都在在决心中参 就在如是心体上参 心体 什么叫心体 觉也就是大觉 为什么要说觉也 因为觉也你方便 就可以在现前的一切感觉上面 你起真回光 起真小了 起真能够直指 你知道在哪里下手 所以最初行者 最初参时 你你你就要在哪里参 就在感受之中 你你明白那个觉体 什么叫明白觉体 明白觉体就叫应真 你最初心中为熟之指 在觉体上面念念反观之时 就叫应真 他不但在一切感受上面 要知道那个觉心的根本 觉心显出一些差别时 觉心不是差别 所以那就是叫 就是金刚经长的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我们常念因无所住 因这个发音啊 还有什么 还有劝戒的意思 佛门之中 不想劝戒 单刀直入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你就是应 你当下就要 当下就什么是对应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不是跟你讲 因无所住 所以你一定要如是应 怎么样 因无所住 你要知道觉体 就无所住 知道是觉时 你可知道 感受喜来之时 觉所现喜 觉所现的喜觉 怒来之时 觉所现的怒觉 你虽然讲的 还是喜觉怒觉 你指的还是喜觉怒觉 但是你已经念念什么 念念 小了不住 为什么 你体会的是觉嘛 你但要体会觉 才是真不住 你要不体会觉 你说不住 你讲的不住 就是住 就是长爪犯志讲的 我一法不受 还是受 如是一法 而今受风 你那个爪 这还没剪干净 你还是在那边抓 叫长爪 你以为你在亲近 法中学 叫梵志 但是根本不是在大觉体中 直下小聊 直下旧观 那说一切 不住 说一切不受 说一切 心里面什么清净 说空 说有 都是虚谈 你要在觉性中 才讲功讲有 讲不住 讲不受 你才能够明了当前 你才了了解性 因为信中的语言 不受 你也是明白于觉性 那觉性根本不受 不住 你是知道 觉性一定的担当 觉性能限一切 一定不住 你印针就在原甲上印针 那一切甲中印针 所以阿罗汉叫直指印针 你能够在这里直指印针 师父在这么写这个 写这个讲义 写这个随文解的时候 忘记把无漏二字写出来了 我要下来讲课才发现 这一段居然没有讲到无漏 从大字就开始讲 所以前面有讲 无漏者写出谢师 但是没有把全部无漏讲完 只是觉诸谢师 只是觉诸谢师 但是无漏就告诉你什么 你念念在决心上 你才能够体会那个无漏 过去讲谢师 你还不知道怎么谢师 你要是真正念念在决心中参 你就会知道将来你不要说参熟了 你只要真正诚心去参识 任何感受现前十 你还真正只是感受 那就是谢师 那就是向外星光外泄 就是星光外泄 这里面只有决心的行者能知 能够明明白白 所以应征在原甲上应征 那一切 什么叫原甲 因为你在哪里找到心 你看不到心 就是在一切现前的感受 一切每一个起心通念上面 你淡观是心 你淡观是心 那你看的还是起心通念 不是吗 看的不是就是你眼前的起心通念 这是每一个出家人 他应该发的心 不然你以为 出家人在说什么修行修行 你以为只是 每天待在四面来就要修行吗 你不知道修行 那也能够呵护大众修行 种下一点善根因缘 过将来生中的资粮 但那个资粮不保认 不保认你将来生中 是不是还要在 宝经种种磨烂 种种极反地狱之苦 再回到人间 不知道 只是你回到人间 遇到道场之时 有此资粮 那你还有很多恶 我们还有很多恶业 因为你当不在决心中参的 那个当前的恶业 就是你将来必反之处 必要沉沦之处 所以讲到这个原讲时 刚好有居士问我 现在看福财 今天可能要两边对照讲 因为讲到阿罗汉 我们就是讲到出家人 虽然这叫做众成就 但是阿罗汉 你自己要是出家 不知道什么叫阿罗汉 一直到阿罗汉 从虚头环开始 我们就好像在数他人财宝 讲到四国 我们就一直在数他人财宝 四国不是要你数他人财宝 四国是要你能够发起志向 叫四国相 你出了家就要相 如是四国 你要看到什么四国 要看到如是成就 国者成就意 所以先从这个福财之中 一段一段往下说 你可能就知道 师父今天要讲的 他讲这个是龙树菩萨的 中论中的 众因原生法 我说即是空 意为是假明 意是中道义 本来菩萨问的是 如何体会 在这句话 如何体会大觉的 不生不灭意 如果体会大觉 不生不灭 为什么又 重因原生法 重因原生法 我说即是空 重因原生法 因原生法是跟谁说的 跟以前我们讲的 因原生法 你看到完全都是因原生法 嘴巴说因原生法 但因原两个字 到底在你心中 你能真正明白因原否 你能明白因原吗 我们都已经 躲在原本之末 你在原本之末 数落因原 想要明白因原 绝无是处 那是你念念之间 懂得回观 如是大觉心体 你将来在大觉心体 慢慢体会之时 你要是在感受之中 都能够回观大觉心体 将来心体之中 不要说你正的龙树菩萨 如是的大智慧 你只要有一点龙树菩萨 如是的导引 如是的教授 你将来回观大觉心体时 你自然将来在一切感受 你看到还是一些感受 但是你体会的是什么 你体会每一个感受 现前处 每一个起心动念 现前处 你体会的是大觉的 扑书跟安利 那是不管你喜怒哀论 你知道是决心扑书的喜 跟觉醒安利的种种喜绝 刚才觉得扑书跟安利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龙树 就是龙树二字 龙者 行步意 树者树裂意 安利意 建立意 所以你才能够在 如是行步的宫中 取出如是心性之中的 如是的海量庄严 所以龙树下龙宫 取华严金 为什么能取出龙宫 龙宫就是扑书 就是原甲树 原甲树你看错了 就是四海龙宫 四海为什么是龙宫 扑书意 你就在这里 你一定看着它 叫下龙宫 下四海 下龙宫 你一定看着那个感受 那你再看到是感受吗 你再看到是 过去我们终身的夜感 种种的暗障 不是 每个感受上面 你才知道 决心的安部树立 你开启的是什么 大花言意 叫取出花言 那你讲到龙树菩萨 讲起来你们以为是神话吗 你最初出家 也要如是雪下 如是四海 要赶入龙宫 深入如是 大觉朴书 大觉安利 所以你能够深入 如是朴书时 你眼前看到都是什么 从决心 就不再是你过去 你根本不知道决心 你讲 哎呀 这都是因缘法 这因缘法 你讲这句话 你那一定还是因缘的 为什么还是因缘 你还是原本 还是原末 你能离开原吗 你能离开因缘吗 所以你抓的因缘 说因缘 你讲得清楚因缘吗 你将来体会到一件决心 决心现出感觉 你就不知道那都是因缘吗 你当然最终明白 你明白那个因缘 你不但明白那个因缘 还有能缘所缘的 所缘是现在的一切 事项的种种差别的 种种感受 和彼此的对应 能缘是你心情之中 必定能够缘起一切的 心情之中的平等担当 那是能缘起的 海量的称量 那是入海门意 所以你才知道因缘法 所以要是没有心中能缘的 那个缘 哪里外面能够成为你的因缘 你不知道万法为心吗 那个因缘跟你心 根本没有关系 你知道它是什么缘 你根本不知还知道什么缘呢 能知是它知吗 万万不是 是心知 心知一定是心能够缘它 其中种种知 心在缘它时 你就躲在墨中 以为是它缘起心知 本末倒置 从此以后流浪生死 因为它仅起心知 全部心知在它 你要是心知 永远在心知中说它 你将来看清一切 种种差别 你都能够守住 那根本平等的心中的平缘 一种平缘 那就是一种平缘 那就是根本一体亲民 所以这句话是跟谁说的 龙树菩萨不是跟一般凡夫说的 所以凡夫不必拿这句话 一天到晚在那边 虚情假意 那是跟行者之下的担当 真正行者之下 如果是这句话时 他心里面自然漠然 所以这一种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 为什么 你已经看到因缘生法了 那个生都是空 连生字 决心献决 缘中似乎献生 决生绝处 你真的还有个生字吗 因为决心必觉故 似乎就绝能够生绝 绝在生绝 其实一体都是绝 那个生字都是绝 绝不过献一个象叫生 你就以为绝还真的有一个生吗 绝心灭时你真有灭吗 绝生如是 绝灭亦如是 所以这个终因缘生法 是要你看到绝体 你要是不在这边参 你罪诸不在这边参 连生文都不必成 都不配成 以佛一生 另一切文是要生文 那大绝的一生 另一切文 什么叫另一切文 一切感受 你要站在大绝的一生上面文 你不要站在 刚刚讲说 你不要老师拿 一些感受所行之 你要拿大绝的一生 所以让一切感受 那叫众生 另一切文 喜来之时 喜是众生 你站在喜绝 那是反省 你站在绝洗上面 是大绝一生 另一切文 那叫生文 那你不知道是空吗 所以我常说空字 过去要是师父 没解释过空 你大概不知道 那个空的含义 空中有什么 有单当相文 有一个棉 就是长遮 遮住那边 就是宝盖 八式 八方 八式 一切作用不失 就公 棉 照在八公 就是空 中国字 所以你今生 深在中国 不好好学佛 将来不知道 什么时候再来 师父 都已经非常谨慎 我仅有的时间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们还有什么 寿与天奇 寿与天奇 那是奇怪的奇 寿与天奇怪了 你寿与天 你看看能不能 寿到明天 寿与天奇 今天脱了鞋袜去 不知明天 穿旗 穿不旗 你要是真正明白 如果是 即是空 意名是 意为是假民 因为所以你才知道 什么叫喜事怒 是爱事乐 连空都是假民 何况 喜怒哀乐 一切不是假民 明者是什么 相儿 就是像 那你明白那个假 那个假民是相儿 但是能假的呢 因为能假 我决心的真性 他一定能讲一切 能够远讲一切 所以那是假 假你不要老是 躲在最末上说假 假就是信中的 根本的信用 信用能够什么 能够远讲 所以那是假民 假中能够担当的 一切迷想 但是能假处就是什么 这不是就是信真吗 能假处不就是信真吗 但是你站在 不是信真 知道是假民 站在假民 知道是信真 你明白是假民时 我根本不必跟你说信真 这叫什么 你心里面已经是什么 你心里面已经明白 你看到是假 你已经担当 那个能假的假民 心中一定能假 他能够起成假民啊 一切感受不都是他原假所起吗 你明白是心中所起的假民 你会住假吗 不住 那有个真住吗 也不会 因为你看到是假 也不必更属于真 所以说叫什么 意是中道义 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中道 所以反过来说 这句话就叫你当下 你要知道你最初下手在哪里 决心 就是心中 不是此心 学佛无益 你自然就知道中道 这些话是跟你讲的吗 那是叫你正的 你明白中道师是心中已经超出尘埃 早就超越尘埃 整天超越尘埃 我再跟你讲下面讲的是四国 那四国再也不是跟你讲 种种四国的名字 只是去数他人财宝 是告诉你要一步一步如是成就 一步一步要立志如是学习 你将来才能够如 你因为你立志如是学习 将来才能够有所成就 那才叫四国嘛 才有国嘛 国地 你又志向都没有啊 初下人没有志向来学什么 就学一大堆理念思维吗 甚至还一大堆错误思维 就只因为只要知道四空是有就好了 知道凡水有像皆知虚妄 所以就不必出家了 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语言吗 知道一些什么假式的慈悲吗 什么要跟其他的宗教怎么样 不是其他宗教如何不如何 道不同不相为谋 是真正大慈悲语 虽然不是佛家中说的 但是用到佛家之中 你要用菩萨的道性来看这句话 不相为谋 就是不要彼此相害嘛 道不同嘛 但是我对待众生一样平等 谁跟你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是不慈悲 我对待众生一是平等 但是不同的道理 不相互相在那边掺杂 更何况佛门之中 是毕竟了多生死的道理 生死的道理 你掺杂了什么 你留下一点生死道理 绝对不掺杂的心中的坚持 跟亲近 你才为众生留下将来 生生世世 毕竟能了多的 真正的将来出离的 这种姻缘 谁让你去互相掺杂 在什么 一个是了多生死 这是真正见性之道 一个只是用尽世间的悲虚 卑微 念念起求 期盼的心中的委屈 怎么会一样 委屈之中 假如委屈太深 将来似乎有幻境现前 好像真正得到种种庇佑 但那种庇佑心理学就知道 你得到一次 你就损害一次 你心中的担当跟力量 小孩子能抓到大人的手 得到安全 抓一次 他就注定 永远难成大人 佛门中的道理不是 但要接触 都是要你发心 发展志向 这样的必定能成佛 所以那才叫中道义 所以他要问 如何体会大觉的不生不灭性 你要是真正上面听师父讲完 就知道根本不生不灭 觉怎么有生灭呢 一切都是觉 觉生灭 觉有生 觉在生时 生相不是只有一相 生相是有一只生 才叫生 叫生生不息才叫生 生就是 胖生出来就是那个相 那叫断灭 真正要是生生不息 那生生不息 前面还有灭 觉就是现觉 觉要是像你说的 生生不息 那样子生的话 那前面你根本不觉了 有灭了 那不觉你根本相续都不起来 谁在相续 之所以相续是违藏 是为什么有相续 是决心从来不生不灭 但是在感觉上面 才能够起身相续 能相续的不是还是觉吗 觉起相续 知识觉是相续吗 所以觉生就是觉意不生 觉灭就是觉意不灭 所以觉醒一定不生不灭 这根本不必 再去解释 但你要明白 就是觉得不生不灭 所以你在一切感受 是生是灭之中 你才能够体会出 那是觉醒从来不生 如是现身 觉醒不灭 如是现灭 如是生生灭灭 当前你都能体会就是什么 就是觉醒的根本 从来不过的远甲而已 你当你明白远甲时 你将来不住甲 也不立真 你最起码你是叫中道 起码第一 心中体会的智慧 刚开始体会就是中道 但是你说到那个中道之时 那已经叫什么 已经是在四果罗汉 就是生文道中 你已经开始真正懂得应征了 刚开始的中道义都是应征而来 刚开始中道义 你最初懂得中道不住 所以出《金刚经书》 《金刚经书》里面 讲到再往下看 先不讲经 再往下看 这四果 因为讲阿罗汉 这四果里面 一叫徐多环 犯于徐多环 徐字 就你要知道什么叫徐 止持就叫徐 就是应当 当持 应该如此 就是徐 止持就是徐 当下你要知道止持 陀者是什么意思 这是师父解释 大经中都说 要入般若波罗密门 唱陀字时 入般若波罗密门 叫一切法轮差别障 入波罗密门 叫一切法轮差别障 所以陀 所以从他 你看到种种差别 环呢 从三边水 一个更 水就是流 流不易 更就是念念 相续 念念 金情 在哪里念念金情 就是才念念 决心 你要明白 念念决心 就念念金情 你要是真正的 虚弱环字 中国字中 假如你能够找到 这一点点意思 能够入你的心腹 入你的发心 你自然就能够 在一切感受之中 你念念去体会 它就是决心 你在感受 感受当前 去体会叫决心 那叫入流 不然过去 我们在感受之中 你以为那叫入流 你是随流 你是被流载夫载成 你不是那个担当入流 入流是你明白决心 虽然不懂 自明白决心的名字 最初明白有如是明 信心之中 也相信我有如是觉 从此以为在感受之中 你敢去担当 敢去面对 就是入流 所以念念 流步 念念 去不断的相续 念念 心中不断投入 去投入在哪里 投入在一切感受当前 你念念之间 知道入 法轮差别障 法轮差别障 虚多环 所以叫做入流 你就叫入流 这也是 内言之中讲的 出一文中 入流往索 你敢去入流 不然你再怎么入流 你不敢担当 现前的感受 你不入如是流 过去的是流出 你要入如是流 你能明白入是流出 你将来才能够什么 回头 你能够担当入如是流 你才入什么 入声闻流 声闻像 声闻就是要如是志向 气感 所以你也要提醒 你就在决心中参 为此一事实 所以要感觉入流 又名预流 什么叫预流 预流叫备参 备就是圆句 圆句的意思 圆句来参 叫预流 预者是备 参与的意思 叫备参 叫预流 即出国也 所以说出国 出国就是 你要是这样子参 念念心熟 念如是发心 将来念念成就 就出国 就正出国 能正出国 所以出国 在那个 四十二章经吧 是不是叫 齐反 齐身 就正阿罗汉 齐反是什么意思 你能入论的流 就在齐事上 齐反 就是齐反 明明白白 所以那叫天上齐 人间齐 什么叫天上齐 人间齐 你以前过去看这些文字 都搞不清楚 将来你要是在 绝境中参 你不是讲到什么 人间天上 先不要讲那么玄 将来 你在现前 就在 此世间中 你先懂得 决心之中的人间天上 将来你才有可能 趁如是信雇 你看得到天上人间 什么叫天上 你已经预留了 你已经入流了 所以入流 还只是感受吗 不是吧 已经明白天了 那个天是七世之中的 最初的亲民 那你在天中 你是不是看到 还是感受 那也是七世之中 必定入世的 种种质量 现前 所以你当下 看到是七反 你看到不是 感受之中的质量吗 是 但你会注意到质量 不是 你反到 亲近 亲民之中 亲民之中 在哪里说亲民 担当 七世 担当现前的质量 光七世就有天上 人间 差别 人间 天上 你要是不猜 你永远体会不出来 你不要以为 老师跟你讲 那是天方夜谈 将来你心中 若是熟识 你可能住在 世间 眼界 是破 如是 只是感受到 一般凡夫 感受到 世间眼界 但是你心不如是破 你将来什么时候 能开如是眼界 能从你的肉眼 能开到天眼 五眼都在那一眼上 所以他明白如此 所以叫做出果七反 然后你要是心中在手 叫做二果 犯于斯陀寒 就是斯的 如是 就是斯 妥者一样 叫法轮差别意 法轮差别障 叫一切法轮差别障 寒呢 已经融融叫寒 刚刚是在七世嘛 现在融融 因为觉得有反吗 有来往吗 亲民看到感受 感受回到亲民 就是决心而已 过去似乎就七反 现在心熟了 就是什么 叫一来 花儿言一来 就是一来 还不跟你讲一句 就一来 这一来就叫 斯陀寒 那寒字是最重要 寒字是什么意思 融融 所以叫金口 金口就是融融的意思 当下 那口中的宣出 口中的寒融 融融是两个字 拿两个字 融字 第一个是 容貌 就是容易的融 第二个是融合的融 有孔融让离那个融 融融 我也喊 所以华人一来 你心熟 你就是看到什么 感受就是一来了吧 你还有七反吗 不必吧 觉得 亲近看到感觉 也就是根本绝 看到感觉 回到清静 根本就是绝 这里面 只有一来 没有七反 过去心不熟识 最初是七反 要念念之间 在感受里面 念念体会 决心的 如是的七药 就是七 七世之中的七药 如同太阳一样 看得出 所有的一切差别 然后 再入 心中在 我现在是简略说 师父只拿我的体会 告诉你 尤其 我是可以拿这些 中国字的解释 让你知道 身逢中国难 将来再来世间 在那个国家 也有 在那个世界 也有中国 但不见得是这个中国 但是 这个世界的中国 所有的资粮 将来在他方世界 你或是 已经是 更 心里面是 更亲近的那个世界 更亲近的世界 那里边的中国 都是另外一番气象 一样 救命中国 中国世界 苦乐参半 那里面 所有的文字 就让你直指 人心 在那个国度里面 过去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创作 都是什么 都是 都是 过去 菩萨在来 早留下众生 将来 见信 明信的 种种 来埋下伏笔 让众生 能够得利 能够便利 得利 所以三国 阿纳汗 也叫 阿纳汗 阿字叫 一切法不生意 一切法不生意 纳汗 不生之时 他能够片参一切 能够举目一切 不生之处 能担当一切 叫纳 只能起成担当意 含一样叫荣荣 谁叫不来 花言不来过 那我现在就要讲的是 一个叫做入流 一个一来 一个不来 已经知道 在讲的心性之中 心熟就是 不来 你像刚刚还讲到 从今到今 这一来 根本就完全知道 是绝嘛 还来不来 决心可以献 从今到今 决心可以献 七世种种的种种 七中的种种差别 七反的种种差别 不要讲七世 七反的种种差别 但决心能献 七反都是绝真一体 决心能献 一来都是决心一体 所以他根本 能看见决心之中 能献如是照 但是如是智慧时 他根本已经知道 一体是绝 叫不来 他会坐在感受上吗 不会啊 所以 这个不来 他不会在舵的感受上 就叫 斯托汗 叫做 叫做斯托 阿纳汗国 阿纳汗国 叫阿纳汗 叫三国 就正如是成就 然后阿罗汉 梵雨 阿罗汉 华原无雪 将来心中 在手呢 你刚刚讲不来 在手呢 他就能够融通一切 根本断掉这一切 种种 祸浊 我怎么 从哪里断掉祸浊 过去讲说断掉祸浊 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断 现在师父讲断掉祸浊 你就不必起一心了 怎么断掉祸浊 怎么断掉祸浊 为什么不起一心 决心熟了嘛 我只是教你 如何慢慢深入决心 决心熟了 就是决嘛 刚刚刚讲 决都不生不灭 它就是决嘛 什么不来 不来也是决 你那些维系祸都断 这决心的真正 直体一下 具体担当嘛 叫做无学 所以他才可以说什么 他才可以说 叫做 此人断色 无色戒 私祸浸 下面讲 色无色戒 不是欲戒 欲戒呢 欲戒 入流一来 都在欲戒 不来 你出欲戒 色戒 色戒 无色戒 不来 阿罗汉是色戒 无色戒的四过都断了 色戒 无色戒的四过都断 四智以缘 一出三戒 以正涅槃 无法可学 顾名无学 它什么叫无法可学 不是已经都学满了 它是练练在一切感受之中 你练练参就嘛 参就叫学 你还需要参就吗 觉得参就都是绝 还有参就可参吗 过去为什么让你参就 因为你不熟于绝 说参 只是方便让你熟悉于绝 所以叫参 参什么参 参如是绝 叫参 参如是绝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你本来如是绝 你不认 所以叫你参 如是绝 参者学也 将来你明白 日式绝世 还需要参吗 叫无学 到家以后 就好像乘船落海 到了对岸以后 当然就什么 船就舍掉了 所以参与学 不过就是什么 就是 跟彼岸的种种方舟 救度 寄人之舟 所以那叫无学 这个无学才能说 我身已尽 什么身 故意 师父故意把这句话 讲出来 拿下来解释 就是让你们永远 老是搞不清楚 那师父还有身吗 还有面吗 我身已尽 我身已尽 是什么意思 决心 能献一切身 决心献身 时你要知道是绝 但是你要不知道是绝 绝在身 时你就以为 真的有如是身 从此就是凡夫 那更有一方那种断灭人 供高人 都以为断掉这个身 再也不身 从此无身 就是断灭 做断灭解 那根本就灭绝 灭你的绝 就是败坏佛体 败坏你的佛性 决心一定献绝 身不就是决献的吗 决在献绝 时就是身像 决在献绝 是身像 决在献绝 时那个身像 当下也具足灭相 所以他才能 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他就在灭灭之中 也就无尽了 那你能够清楚 如是是身是灭 是你明白于绝 是你明白于绝 还会跺在身像上面吗 不是像一般凡夫 如是跺 那也不是说 从此以后没有身 我身已经是什么 我身已经明明白白 从此以后大明于绝 怎么叫大明 就根本不会忘立 你不会忘立 也不成对断灭 我身已尽 所以他才能够犯恨以利 清净恨 所以犯自灵犯 犯恨以利 犯者不生吗 那你说他有生吗 就是决在献绝 决在献绝 你明白绝是 讲出是身有何妨 你说那个身 跟凡夫说的身是一样吗 凡夫是处处着 你永远知道 绝现身现灭 生灭都是绝 不过有如是身像灭像而已 方便说身像灭像而已 一体是绝 所以你讲身灭 只是要把绝心讲得更圆满 绝就不是只是单一 他能够现身现灭 所以他能够现进一切 种种绝 但你要是明白 是绝现进种种绝时 你还跺在后面那一句 种种绝吗 你当然知道 种种绝就是一绝 一绝才能说种种绝 从此打破种种 打破一绝 那叫我身已灭 但打破 不是就已经没有 打破是从此以后 坦然安利 那是在哪里说的坦然安利 绝心熟 所以我昨天也跟菩萨讲 那个菩萨问我 那叫做师父这样参 对不对 可以否 我跟他讲没有可以否 只有不断用心参 参到新熟即逝 这里面没有可否 可否都知道是绝 你你新熟才是吗 所以犯何以利 所作以伴 所作以伴 那所作那能做 什么叫所作 那你以为身闻所作 那一切做以伴 为什么以伴 决心现前 就一定成就的 那所作是决心中 说的所作 不必再跟你说真 所作一定能够 当下就是应真 应真一定 发发圆满 本来一场圆句 所作以伴 这半叫圆句 过去看喜罗哀乐 你是觉得是缘起 刚刚讲的因缘生 不是吗 将来你看喜罗哀乐 缘起之时 你也知道那个缘是什么 从无心外缘 能为心所缘 所以哪一个法 不是心中根本 本句 若是没有本句 心若是不原句 如是法 若喜若是 不是心中所具 决心 总能知道喜 所以不管你说喜 说怒 说爱说乐 说种种差别 我是在一切差别上中 体会那个根本 大觉性体 根本一体 无差别的圆句 所以在圆句之中 能够担当一切差别 差别之中 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圆句 你不是佛门弟子 不是常听我法的 你一定听不懂 一定听不懂 要老说你世自然讲的 没人听得懂 你随便听得懂 那就不必献出家相 不必勤苦修行了 不必连诸佛献 都还要献无量 起来 舍身肉骨血 投入道行 你随便听懂 听懂就听懂 懂是要入心的 心就要起行的 连参都不参听懂了 参都不参就相信 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到阿弥陀佛那边去了 之所以有人就误会 那念阿弥陀佛 也不是只是持名 你要真知道 不是只是抓着名字 向上面说念佛 但你要是真正体会 这句话时 你将来就会在念佛之中 你当然就会注重 持名 不是抓着持名 是你只抓着这个名字 立文念佛 我要你起成绝招 那个名字之中 能够魂力如是大绝 所以名相多 不可思议 为什么 因为所有一些名字 不是决心起的 名相两个不是决 你要站在决心中 看立一个名字 他就能够起你 种种绝招 讲到大山 你起成大山的气概 都不能怀你如是绝 谁跟你讲 不只是持名 你抓着只是持名 吃也 你要忘说不是持名 那叫什么 那叫狂妄也 这种话的道理 这有谁知 行者 老老实实行之 所以你现在看的 都叫人抓着持名吗 你讲起 看起来好像都是对啊 他们都好好 都在教人家学佛 但是他隐藏着 隐藏着后面的声音 却让你死在 众生那种 最卑微那种 期待等待之中的持名 那对吗 那个就是什么 这个明明在持名之中 能够发起绝招的 他却在持名当下 断灭你的决心 所以我才说 他们叫做魔 一个大山的名字 本来能够让你 起成大山气概 我才叫你 我正面叫你 持大山的名字 后面就告诉你 一切委屈 你等到大山来接你 你等到大山怎么样 大山如何如何 他败坏你的心中 的绝名 心体 那你就一天 等待大山好了 突然有一天 你有一点大山 那种气概 突然觉得 哎呀大山显灵了 保佑我了 那跟你根本没关系 他是保佑你的 你就知道那些愚痴 那是魔道 所以叫所作以伴 不受后友 什么叫后友 什么叫后友 不受后友 大家解释就是 不再来生了 不再生了 不受后友 不再生 那就表示 你还认为 有个生 你还是抓着一个生猫 决心现前 就是感觉 他不受后面 那个感觉 不受后友 不是后面 还在立一个 种种感受 他就是照了 决心的根本的信真 能够明白 他不去跺在任何 不在任何有上面 在妄想成轮 不受后友 所以他只是应真 那你说菩萨呢 菩萨不必不受后友 有也是空 空也是有 他敢担当 深入一切 众生世界 那是菩萨大悦 我现在讲的是 阿罗汉应真 你先要懂得 身为人的应真 这个真性 真的不受后友 你将来要是 明白静体之时 你站在静体 看静色 你能不能明白静色 你能明白静色 你受静色吗 不受 那你能够 现出静色的受吗 你能现出 静色的种种色受 想形式 但你绝对不受 任何静色中的 色受想形式 懂不懂意思 晋体都是如此 静真都是如此 何况性真 师父要把这个文字 解释下来 是让你更懂得 什么叫做四果罗汉 你能够懂得四果罗汉 从此以后 你不要再只是一天到晚 只是在数他人财宝 或者只是望明心探 四果 望明你只能在那边心探而已 我要你就是立志向学 你要不立志向学 你哪一生哪一切 才能证阿罗汉 你不要说阿罗汉 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发起 许托还的心 出果 你还有个出果像 你一个出家人 连出果都没有啊 出果 像你就要向学吧 最初要看你的学习心 就一定有那个向学 向学一定是出果 生文果 你不是说我出生文人 四果离我很遥远 就好像那个发心 到了读书 到了学校 穿上校服 我是学生 读得好不好 跟我很遥远 那个读书不关我的事 胡扯吧 你这不讲胡扯 那你穿校服到这边来 你叫什么读书人 从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就是出果像的 就出嘛 只要学 你这边的一年级 二年级到六年级 小学的一二零 一二三四五六学 是这边的种种 智慧的增上 但是它就是上初中的向 就是到了初中的方向 是向初中 于是这边学完以后 就可以向初中 在初中就变成高中的向 那高中就变成初中的果 一步一步登 不是果 心性也是如此 所以你要明白如是 然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应征 才能叫应征 所以再看回来 看到这个讲义 是为大学能源 源超凡比 大学一定能源 源超凡比 那不是凡情之所比量 那不是凡情之所 情迹 大学能源 源初才是凡情 源起之后是凡情 但能源那是凡情吗 凡情自己都不知道凡情 知道吗 凡情自己不知道凡情 能觉得凡情的 从来不惰凡情 那你说我不惰 那为什么都在凡情上呢 为什么今天怎么都在凡情上 为什么是个凡夫 你哪有都在凡情上嘛 你要是真正决心要离开你 你也不能够成就成佛了 你只是不认嘛 你是完全不认嘛 那说那事物不认怎么来的 不认就是大学心体 具体随缘嘛 具体成缘 你就能够感觉吗 就似乎就已经迷失的感觉 就不认嘛 就叫不觉 具体随缘就叫不觉 所以感觉都是缘起现前 镜子照射之时 明明就是镜子照射 可是镜射现前处 似乎它就能够犯起种种 从此背禁 背离尽体的种种色觉 但它不能够起成那个色觉 具体现色 不能够整体都变成色觉 那也不是镜子 所以现在我们常怀疑 那我们怎么沉沦的 想你真有沉沦 你也回不了头 一些法中都虚妄 那沉沦 你觉得沉沦有虚妄 不知道吗 你只肯于去认 若要归家归便得 你认得它时 你才知道原来无始结来 我从来没有沉沦 绝今就在这样子 何时沉沦 将来你在那觉中 一样看到感觉 有沉沦吗 如梦如幻 将来在看到自己 如梦如幻 你的自己 也不是哪一生的自己 你不要一听到师父讲自己 就怀疑 我在看到自己 就是我这个像 你将来看到自己 还是这个像 天哪 搞不好你将来 我这个开玩笑 搞不好你将来 已经是福德无比 你看到这个像 你会觉得 我以前怎么长那样子 那个德性 搞不好你是天人的庄严 你再看到这个像 丑陋无比 我们现在在丑陋无比中 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跟你比 哪个谁漂亮 哪个谁庄严 还擦胭脂抹粉 你稍微在人间 再往上一点 再来看丑陋无比 不但丑陋无比 七臭无比 喷那个香奈尔都很臭 香奈尔叫天人文 叫奈何尔 你叫香奈尔 他叫奈何尔 颇友人间 身体虚臭 还加种种调料 以为是香 不过臭上真臭 颇友人间 所以现在大家好好学佛吧 不要一天到晚 再觉得漂亮 我也是跟很多菩萨讲的 还有很多老菩萨 还在执着 装不装眼的 很多老菩萨 所以大觉能源 源朝凡比 不是一般凡清之所比较 但是你将来在哪里说的 大觉能源 所以师父写的这些文字 不是要你只是听了文字以后 只是觉得 好像道理有道理 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谁跟你讲不知道怎么下手 我一天到晚教你怎么下手 这已经就是在教你下手 你要知道大觉能源 它不是反比 所以你不要站在感受上知道 去测度大觉的能源 你要在感受上 整体就要知道 觉得能源都是觉 你觉得所缘都是觉 觉得能源也是觉 念不住就是大觉 那个将来站在大觉之中 你看到还是种种过去的感觉 但是你站在感觉 体会的是大觉 别人站在感觉 就是流浪感觉 你站在感觉上 体会的是大觉 那你站在感觉的源起上面 你体会的是大觉源起 那叫源起信空 信空源起 信耳 那是大华言的气概 它能够倾尘世界 但你要不学了 你力量不在决心中参 你什么时候 你连虚脱 虚脱环的气概都没有 那你还 讲那么多事空虚有 讲那么多 一天到晚 叫人鼓掌 你要鼓掌 马上就开悟了 到鼓掌 鼓怎么掌 鼓掌这一年开悟了吗 知道谁在兴奋 谁在觉得 啊我听懂 这一念 你会晓得 你觉得者谁 这一念你都还抓着 感受的末梢 在那一边兴奋 你念念都是感受 你只是沉迷 在独化于你而已 佛门宗教说 就老老实实的 就类似我常说 你都看瑞相 打禅宗 打禅七 突然看到窗户上面 现出莲花了 哎呀 你看莲花来了 你怎么没体会到 能见着谁 那个是魔来了 莲花来了 有瑞相 你阿弥陀佛 看到天空怎么样 佛来了 佛来了 你看天空佛来的时候 就不是你心中的佛来了 你还是悖觉 那你说过去也讲了很多公案 世间也会启程如是的庄严 种种瑞相 真正瑞相显实 就譬如我刚刚讲的那个 假如真正禅堂 打坐参禅 窗户上面突然都现莲花 现起来的时候 大众看到如是莲花 如是圣经 但是大众集体 心中漠然 心中根本不为所获 我说那是瑞相 那就是瑞相现前 此境与此心 要同印 印落的印 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 心中 漠然 你看到是心性中的 弥陀佛也起 外境的弥陀佛也现 那叫瑞相 外面的弥陀现 天上弥陀现 你看上去 啊 那个感受 全都是凡夫众生相 叫自多众生相 你看到怎么会是弥陀了 那个就是 古德讲的铁莲华 来接你 无量冤亲在主 变现三圣 到你眼前 然后拿这种瑞相 狂惑将来念佛的人 都是做这种期待 做如是卑劣期望 从此都不发一个 相学的道心 从此暗昧于觉 暗昧如是道心 暗昧如是法中的道理 如是罪过圣以最大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要是凡夫啊 我们才精进 念一些佛 但是突然看到有一些像 你不要到处讲 你要告诉自己 都在自己业障线前了 你讲出去 只迷惑自己 都迷惑他人了 你讲一次 哎呀我看到佛了 你自己想想看 用心理学就知道 你现在心中 有多少迷惑 什么叫迷惑 你还完全 讲这句话 谁就完全抓着 那个感受的最末少 绝对不是有一点 有一念反观于觉 要反观于觉 反观于觉的话 看见看不见 平等平等 觉性非看见 非看不见 所以那都不是 所以那都是叫反比 那都是反比 信源而真 真觉律一 信源 信中能够缘起 而真 真是什么 真一见前就是假 但是你要明白 信源之时 那骗假即真 骗假 假在哪里 不要听到师父讲这句话 那个假 你就搞不清楚 假就是现在的 种种缘起上 但缘起当下 那个是能缘的呢 那就是信真 那信真当前 就是信源 信源能够起成 都是真 所以真在哪里 说真 骗假 都是真 那这句话 是跟谁说的 不是跟你讲解文字 跟行者说的 行者说 那我现在 才刚开始下手 刚开始入门 那怎么能够知道 骗假 即真 那这句话 不是让你知道 这句话 是让你深刻 念念 要提醒在心 以现在的感觉 都是原假 你要知道 真性何在 提醒你自己的 你将来提醒 熟了这句话 在你心中的道理 就自然不同了 所以我不是拿这句话 是让你 灌在你心里的 就让你去承认这句话 这句话 是让你开始起行的 要明白如是的 所以叫做 信而真 真觉律仪 要是你要明白真实 你没有任何律仪 律仪律仪 我这样做对不对 这样修可不可以 你当下在一些感受中 是对是错 不要讲别的 什么感觉 喜怒哀乐都不讲 是对是错 都是原假 觉得是对是错 能够现出 是对是错 是谁 你站在那个 信真上面 你还会在那里面想 这样做对吗 这样做错吗 你绝对不会在上面 起身任何疑虑 因为再大的疑云 现前 是对是错 种种对否的疑云 这么浓浓浓的在你眼前 你心中都不会怀疑 你让我贪真吃慢 疑就在这里 你就是老是 明明在决心中参 参那个绝 突然有一个念头 这样做对吗 你现在开始找 这样做对吗 那是疑心 你忘了吗 那决的疑者是谁 那你说不是 禅宗也要讲疑情吗 禅宗的疑情是除疑的 破疑的 禅宗的疑情是破疑的 是在那个觉得对错之时 这样决心这样参对吗 你都要知道 觉得者谁 那个是疑情 觉得是他吗 还在抓着他说结吗 那是疑情 你在这个疑情上面 那是破一切疑 终身的疑情是堕一切疑 行者的疑情是破疑 破疑 所以你还要在那边恍惚说 这样做对吗 那是堕在众生的疑情上 那是习气不对 那叫什么习气 行者的习气 你还没有为自己建立起来 习气怎么叫建立 怎么样建立 入律 什么叫入律 你要念一念之间 不断地为自己担当 念一念熟悉 将来你就会慢慢走进 一个律仪中 就叫入律 同样的一句话 这样决心这样对吗 你是破译的 那也是疑情 决得者谁 是疑情 你完全不是 拿着那个去对的 那个感受 你要知道 那一念感受 你已经知道 它不是绝了 你不能抓着它 说是绝 不是绝这样子 你可能会听错 你不能抓着它 说是绝 但你抓着它 说绝那个疑 知道它 已经完全破除 眼前任何过去的 种种所值 是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它都叫疑 不一样 那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真觉律于 你真正发了如实心 它让你真觉律于 为什么 你不必再有 启程任何律于 那这个就不要讲别的 就是刚刚讲到 那个四国 深温 真觉律于之中 律于啊 觉得这个律于 还要上中下平 刚开始要有 行者的担当 一些感受当前 你就不会再有怀疑 你就立即在决心中参 甚至于启程 那我只要参正念觉 就好了吗 连这个你都不必怀疑 为什么不必怀疑 你不知道万法为心吗 你不参正念觉 你 你度的都是夜感 夜报的感觉 你一讲这句话 我不参 我是不是参正念觉 就好了 难道我只要参正念觉 就好了 你都是夜报声中的声音 你将来跳出夜报 换到你清净觉体 你才能够真正觉体世界 你才能够绝命于一切 你还有疑虑吗 你还抓着这个 蚂蚁的蚂蚁眼睛之剑 你还在怀疑 我还是要舍掉这个对吗 舍掉如是蚂蚁之剑吗 蚂蚁之剑吗 你还你本来的决心 你将来才能够 因为你要绝对相信 一切法就是心 一切法就是觉 你何必怕将来不觉 只怕你现在多了夜感 所以你不觉 你没有一个叫做不觉的 只有觉跟夜感 差别 大觉跟夜感 你背离大觉就叫夜感 那个你根本连选择都不必选择 不是大觉就是夜感 这张镜子照射之时 你要忘记镜体 就是夜感 就是镜色的感受 你要明白镜体之时 镜色的感受一样在眼前 可是你体会是镜体的光明 你可以说尽一切镜色的感受 但你绝对不多 不受 一切镜色的感受 不受厚有 但是镜色一样 所有的一切清清楚楚 所作已办 你才知道那叫声闻 那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决心中明白的 所以你们就剩这几个人 一直跟着我学习就这几个 平常的人也听不懂 还有的人还学一学 还要去外面 禁修两年再回来学 门都没有 你禁修什么东西 禁是什么禁 三点水 一个泡在缸里 那个禁 禁修 你就禁在那里吧 听都不听 连声音都不知道 师父才三十年才体会到声音而已 皮毛 真的只是皮毛 佛法浩瀚 何况 为什么浩瀚 心法浩瀚 为什么浩瀚 我们抓的感受太深了 望直深了 那个望 虚望到什么程度 今天你会怀疑 为什么会望直到这么深 那将来啊 这开悟就是这个望 真的是望 但是今天锁在这个望时 就真的好像真有助是望 你就真的被它锁住啊 将来梦中起来就是梦 之所以梦中时 就是在梦中的种种境界 我们现在还没离开梦 所以你就觉得 为什么我会躲在望中这么深 什么时候离梦 心熟 熟了以后 大梦就能出息 大梦出息 再来回头看世界 那才是真正懂得 正觉律仪 大众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补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